Hello 大家好 今天穆sir又打算和大家講 中國歷史上的神醫 講起神醫你要想起誰呢? 華陀 對 經常都說華陀再世都救不回你了 所以華陀應該是中國歷史上被認為是神醫的其中一個 那究竟華陀是甚麼年代的人來的呢? 三國時期 其實他出生的時間是在東漢的永家園年 大概是公元145年 他死的時間 歷史上講是建安13年 即是東漢末年的時間 三國初期 在歷史上記載他就64歲 不過有些人的說法就是他不止64歲 因為這個後漢書《華陀傳》當中就講到 華陀是年且百歲而又有妝容 是人以為先 即是說他過百歲 但樣子還是很年輕 人們以為見到神仙一樣 可能他很懂養生 是的 沒錯 他本身是安徽人 而在歷史上出名的 他跟哪一個人是有些關係的呢? 曹操 是的 沒錯 我們今次都會講到 究竟華陀這個人有甚麼厲害的地方 還有 相信大家看三國演義都知道 他跟曹操是有些交往的 我們首先講一下華陀有甚麼厲害的地方 剛才都說他很懂養生 但是在這個三國時期 戰火紛飛之下 他怎麼可以做到養生呢? 做運動 其中一個就是 的而且發明了五禽之氣 五禽就是五種不同的動物 包括了紅、老虎、綠、鳥、鳥和圓 其實這一套就好像我們現在做的健康操 不過他融合了虎的撲動前肢 綠的伸展頸 長頸綠嗎? 不一定長頸綠的 甚麼綠都一樣 不一樣的 長頸綠要伸長頸綠 我想應該當時中國沒有長頸綠 長頸綠我們之前有個集講過 應該是在明朝的時候 鄭和才有來的 還有虹就是這個撲倒站起 然後這個鳥就是大鵬展翅 還有這個圓就是腳尖跳起 這些動作 將他融匯貫通之後 就形成了他這一套五禽之氣 當時他在許昌的時候 就教了不少一些身形受弱的人 去做這一套體操 就跟那些人說 做這個體操就可以減少疾病 也可以舒展筋骨 尤其是腳 而華佗其實這個人 除了發明了這一套體操之外 還有醫學德之外 他還有讀書都很厲害 通常要讀書厲害才能學到醫的 這個是現代的說法 其實古代來說 讀醫和聖賢書四書五經 是兩條不同的路 不過華佗是兩項皆正 根據後漢書華佗傳說到 華佗是兼通掃經 所以當時說的經 就不是說聖經 而是四書五經 就是那些詩書禮益春秋 我沒有想著是聖經 OK 所以他既是一個文人 又是一個醫學的奇才 當時他總結了前人的一些醫學成果 就寫成了一本叫清朗經的醫書 不過可惜最後這本醫書 是沒有流傳下來的 但是他都教了幾個很出名的學生 將他的一些醫學經驗 就留下來 例如這個精於針灸的這個範柯 還有這個吳譜本草的吳譜 以及這個本草經的李當之 說到最厲害的地方 華佗當然就不只是創立健康操 那麼簡單 他將以往我們在春秋戰國時期 留下來的一些中醫經典 尤其是當時扁卓 將百家之大程合起來之後 他學習了扁卓的醫學根據 以及同時期的張仲景 關於這個雙寒論 他也有一個深入研究 當時他更加說這個雙寒論 是始真活人書也 他自己總結出來 就創立了兩個非常厲害的醫學上面的發明 第一個就是關於急救的 現在我們是怎樣急救的 做人工呼吸和心外壓 沒錯 在華佗的時期 他已經發明了心臟外壓 和這個嘴對嘴的人工呼吸 而數到他最厲害的地方 當然就是做做手術 對 做外科手術 今天我們可能覺得這個一定是西醫的專利 但是可能如果華佗的青狼經沒有失存 可能中醫都會做手術 因為華佗在這個三國時期 已經發明了這個走伏麻糞散 就是這個麻醉藥 其實麻醉藥這件事 在華佗之前我們已經有人發明了 不過那時候通常都是用於一些戰爭 或者用於暗殺這些用途 但是沒有用過在醫學上面 即是等那個人吃了之後麻醉了 然後就可以殺了他們 是的 華佗就觀察到那些人醉酒之後 這個沉睡的狀態 但是他就發明了這件事 跟著這個日本的外科學家華江青州去研究 原來華佗的這個麻糞散 其實是包含了有曼陀羅花一星 跟著加上這個生草烏 當存龜 香白子 村公各四前 再連一些炒藍星一起研製成這個麻糞散 我之前上網聽過他那個麻糞散 有機會是人道醫學那邊學回來的 也不奇怪的 因為在東漢時期 印度已經有佛教傳到中原 除了佛教之外 也有醫學的知識傳到中原 因為有了這個走伏麻糞散的發明 所以他對於這個外科手術 就開始越來越精通了 因為真的可以等人麻醉了做這個手術 那時候他最專門做什麼的手術呢 就是關於一些腸胃的手術 他直接等這個病人吃了麻糞散之後 然後就可以幫他開刀 將他的患柱切除 然後再縫合 好像現代一樣 過幾天就傷口會埋口 然後過一兩個月就會好 但他怎知道腸道是在什麼位置呢 古代的時候也有做解剖的 這個解剖呢 我們找一集可以專門說一下 中國古代的解剖學 有一出電視劇都經常說到的 洗冤狼 那時候說到有一次 在這個市集上面 有一個推著車的一個病人 突然間這個腸就很痛 很掙扎 他去找華佗 華佗斷定了他 腸道當中患了這個腸胸 所以就幫他用這個走伏麻糞散 之後麻醉了之後 就幫他把這個腸道當中被細菌感染的環柱切除再縫合 之後呢 過了一個多月他就好 所以華佗呢 除了被認為是中國歷史上的神醫之外 更加被稱為是外科的鼻祖 華佗之所以被稱為神醫 就是他醫治的病人 無論是草根百姓還是富貴 他都會一樣幫忙 更加把很多偏方傳到民間 教民間一些醫學的常識 其中一件事呢 就是華佗當時遇到一個 是咽喉阻塞的病人 那時候那個病人呢 就吃不下東西 去找醫生看 那當時華佗一看他之後呢 就叫他呢 去這個市集 賣餅的人家當中呢 去買三兩的瓶劑 再加上半碗的酸醋 攪拌而成 喝下去呢 就會好 那那個病人呢 根據他所說話 就去買了這些材料 喝完下去之後呢 你猜發生什麼事 吐了一些寄生蟲出來 你這麼快知道的 那沒錯 就是吐了一條 好像蛇一樣那麼長的寄生蟲出來 那所以接著呢 病人就拿了那條寄生蟲 去找華佗 去感謝他 那原來呢 看到華佗家裡 已經有幾十條這些寄生蟲 所以證明呢 當時呢 這個生病的主要原因呢 都是因為 不衛生 是的 就是衛生條件欠介 我們之前說到呢 在三國時期呢 這個赤壁之戰都是因為瘟疫爆發 那很大機會上面呢 都是古代的衛生條件做得一般的 那說到三國呢 就一定要說回剛才我一開始說的 和曹操的故事了 曹操有什麼病呢 很出名的 頭痛 沒錯 偏頭痛 所以呢 那時候呢 他就尋訪過很多的名醫 但是呢 都醫不好他 那曹操就聽說呢 他這個同鄉呢 都是安徽 這個博怨人呢 出了個名醫 叫華佗 所以呢 就邀請他呢 幫他治病 那當時華佗呢 幫他用針灸 針了之後呢 那他就立刻沒有頭痛了 那所以當時曹操呢 就想把這個華佗留在身邊 就逼他幫他治病 因為他頭痛不是一時半刻的事來的 長期都發生的 那華佗呢 就不想成為他的勞卜 那他就多次就說 我要回家找這個藥方 於是就離開了 離開了之後呢 就三番四請他都不回來 那甚至乎呢 就說他妻子病得很重 所以就不肯回來 那最後呢 派人去捉他了 就說如果呢 他妻子真的病了呢 就寬限多個幾天 如果不是呢 就當他治罪捉他回來 那你猜最後華佗的妻子是不是病了 假的 是啊 沒錯 那所以曹操就捉了他回許昌 那回到許昌之後呢 又再醫治他這個頭痛了 那當時呢 華佗呢就跟曹操說 阿丞相 你這個頭痛的問題呢 都很嚴重 看來呢 我都要給這個走伏麻糊散你 然後幫你開腦做這個手術 才可以解決根治這個問題 曹操的人呢 就比較多疑 那所以當時呢 曹操就覺得呢 這個華佗應該想謀罪害命 只要殺了他 那正常是人都害怕 開了腦有機會死的 不過呢 那時候其實曹操也有個謀士呢 就跟他說呢 就說華佗的外科手術呢 都是很出名的 很多時候呢 他都是用開刀的方法 才可以把這個病根治的 那不過呢 曹操也是沒有聽到 那所以把這個華佗捉了入這個大陸 那華佗當時呢 手上還帶著呢 他的那本《青龍經》 那他曾經想過呢 就交給這個浴竹 希望他可以帶他出去 就流傳他的醫學結晶 那那個浴竹就不夠膽 所以最後華佗呢 就決定一把火燒了這一本《青龍經》 那最後華佗就被曹操所殺了 那有另一種說法呢 就是說其實華佗呢 是曹操醫病當中呢 其實曾經要脅曹操要給他一官半職 因為呢 東漢末年的時候 是學而優則事的嘛 那華佗呢 既然都通掃經呢 所以他其實本身呢 都想做一個官的 因為在古代來講 做官和做醫生呢 在社會地位上呢 是相差都很遠 但是如果他是想做官 那他就不會逃走了 就是他不想做曹操的老婆 那他就走了 但是如果他做了官 其實他也是做曹操的老婆 所以他又未必是想做官 嗯 那這些又有可能 不過根據這個《三國志方紀傳》裡面講到 就是說陸為華佗呢 言本作是人 就是他原本有機會做官 但是他就以醫見業 意嘗自悔 所以其實他都很後悔呢 經常後悔為什麼他選了醫學這條路 沒有做到是人 那所以這個都可能是其中一個 為什麼這些人認為他是要脅當時的 成相曹操 希望拿回一官半職的這個原因 那無論如何都好呢 華佗的醫術呢 的而且確在中國歷史上面 是首屈一指 也都令到我們中醫呢 可以說是邁上一個新的台階 那最後呢 他的弟子也都把很多他本身的醫學的經驗 是流傳下來的 那今集呢 關於華佗的故事呢 就講到這裡 如果喜歡我們的影片的話呢 記得點讚 留言和訂閱我們的頻道 按鈴鈴 下次再跟大家講其他中國歷史 拜拜